突然前方一辆轿车停在车道上 驾驶赶紧切到外线 一名男子被撞到车前 想站起来却痛得不停挣扎 男子才刚要起身 后方一辆白色轿车又追撞过来 一旁瓦斯桶被撞飞掉落一地 男子被压在车底 后方驾驶冲过来帮忙 轿车安全气囊也爆开 大人带着小孩惊恐逃下车 妈妈抱起孩子网路监测 上午7点多西滨北上255公里 云林家一郊接触发生7辆大货车 14辆轿车总共21车连环状事故 酿成两死八伤 死者女儿赶到现场走过四散的零件 看到爸爸没了生命迹象 跪地痛哭全身贪乱 生生呼唤令人鼻酸 70岁林姓男子是中游退休员工 上午从嘉义铺子前往云林寻渔温 遭后车追撞惨死 另外刘姓一家三寇 从屏东北上要到云林拜拜 66岁林姓女子坐在副驾驶座 丈夫和儿子下车查看 过没几秒钟千人永隔 后车驾驶死李逃生 惊慌失措 死者的家属坐在医院悲痛万分 21车连环追撞 夺走两条宝贵性命 以及八个人受伤 更是让两个家庭就此破碎 记者综合报道 ög нек马地下车员 阅伤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